汽油涨0.5元。95无千余29元。开车足多花一个便当钱。 怎么又涨了?中油公司今日起调涨各式汽油价格每公升各五角,98无千冲破31元,95无千汽油也涨破29元,创下40个月的新高价。 对每周都得加油的开车足,每个月得多花100元,相当于一个便当钱,直呼不开心。 中油表示,本周原油价位主要受美国商用原油库存意外下降及中东的原政治情势紧张影响而大涨。 调价指标7D3B周军价较前周上涨204美元,新台币对美元汇率贬值1.48小,依公式计算涨幅2.8%,每公升掉涨0.5元。 调涨后,92无千汽油每公升27.8元,95无千汽油每公升29.3元,98无千汽油每公升31.3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5.7元,除联两周调涨,此价位逼近2014年12月高点。 排速方面,涨幅比较中油,各类器,柴油价格每公升涨0.5元,油价调整后加盟加油站参考零售价,92无千汽油每公升27.8元,95无千汽油每公升29.2元,98无千汽油每公升31.3元,超级柴油每公升。 每公升25.4元。 面对油价调涨,过去被视为抗涨利器的加油卡,似乎作用有限。 以全国加油站为例,几乎同步缩减银行优惠,相较于第一季,每公升降价少了1-4角,只剩自家联名卡,花旗卡及一名卡挺住,相当不易。 至于国泰式华台素联名卡与台亚、京世界、西欧、福茂等加油站,暂且维持人工加油周三每公升降价1元,天天降0.8元,自助加油天天降价1.2元,并加码0.5%加油金回馈。 若日子选得对,每周三还能享有降价2元。